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导致該景點沒落十一年 移民車現場為破壞南投成為觀光首都 打造旅遊新亮點 繼於105年發行 由縣服瑞蘭管理處及新立相公所 三方共同組織規劃興建 雙龍復古記載吊橋 其能提升部落觀光發展 串聯地利雙龍唐南山村部落 規劃原鄉馬告鄉村殘月沈浸市郵城 在此我要對所有在這一建工程 辛勤付出的團隊成員 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協議 在這座吊橋的橋面上 我們畫上了七色彩虹 在白色欄杆上 塗上黑色的百度蛇圖騰 這座吊橋位在雙龍瀑布的山谷中 要人工專控早眼打實 要客500公尺的垂直前崖搭設平台施工 我在這裡感謝主辦機關 感謝施工團隊及艱辛 客務困難的工程人員 致上誠懇的心理 謝謝 在施作這吊橋當中 也有非常的艱辛跟困難 非常感謝監督單位的技術服務 不以餘力來指導我們 也在我們的施工團隊 在這麼艱困的地理環境之下 客務萬難 我們當然也 公司又創新了多項的施工技術 也都非常希望與業界來分享 謝謝